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次的特级节目 今天要讲的是 人死后到底 会去哪里 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天 无论你是帝王将相 无论你是富豪 无论你是 再伟大的人 正要总统皇帝 任何一切 或是你穷无利罪之地 或是你实在是生病 或是你多伟大或多卑微的人 很公平的 你都会有死亡那一天 所有一切都在死亡那一天 留了下来 万般带不走 唯有 功德与罪业 会随身 今天我们来就来讲讲 人死后 会去哪里 那这个影片很长 所以是说呢 我们会分 上 中 下 三集来讲 我们这集是上集 就是来跟各位讲 人往生之后 他的流程 首先 我们这是以一般的 往生的状况 无论你可能是疾病 或者是年老 的状况 意外的 这是另外一个部分要谈到的 那你正常的往生的时候 其实 无论任何人 他 他要往生前 都会 非常急促的呼吸 跟血压的下降 如果你家中的病人有发生了 呼吸 有 开始急促了 或者是他的血压 已经在缓步的下降了 那可能 他的时间 也要到了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一到 两天内 他就会 离开我们了 那人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人离开的时候 就像你 逐渐要进入 熟悉的状况 就是人要开始进入梦乡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 如果你家中 或是你身边有亲友 要往生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不是哭泣 不是呐喊 而是保持 现场的 绝对的 安静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睡着了 旁边又有人在你旁边又叫又跳的 你会睡得好吗 当然不会 所以说 既然人 要进入了长眠的状况之下 他的意识会逐渐逐渐逐渐的模糊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旁边哭 叫 闹 吵 那这个 往生者的精神 就会陷入了极度的不安 但是他也没办法起来了 如果我们想要快睡着了 然后旁边有人叽叽喳喳的 那我们可以起来骂人 或是反应不要吵 我要睡觉 但是 往生者他已经失去了 没办法了 失去对身体的主控权了 他只能逐渐的 迈入梦乡 你越嘈杂 他越不安稳 那这时候除了保持安静之外 或者你可以放很小声的念佛机在远一点的地方 只要有声音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像有人是怎么呢 老是去协助一些 好朋友或客户 他们要往生了 他的家属 把念佛机 开大声 放在他的耳边 然后说让他听清楚一点 让他可以跟着 诸佛去西天 放过他吧 因为你要睡着的时候 我把一个 再好听的佛音 念佛音放在耳朵边 你会觉得很安详 睡着 还是很痛苦的睡着呢 当然就是很痛苦了 所以说你要很大声的 你只会 让他 没办法 好好的 安息而已 那人在安息的时候 灵魂怎么办呢 灵魂就会 透过三魂七魄慢慢的解离 好慢慢的分散 然后 从肉体慢慢的离开 慢慢的离开 然后在肉体的上方 好会慢慢的聚集起来 所以是说 人往生的时候 灵魂不会像我们电影里面所演到的 啾一下抽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人的灵魂不会像啾一声抽出来 他就慢慢的解离 好慢慢的分散 然后在身体上方 慢慢的聚集 那这个聚集的地方 大概是离身体三尺的地方 人家会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的三尺上方 如果你学过脉轮 上方我们还有一个脉轮在 那个地方叫做三思神 也是记录我们这一辈子 所有善恶的地方 当你日常都有行善的时候 财神以来 他会先翻翻你的 三思神里面的记录 你是不是都有做好事 那有 他把福报给你之外 还给你加码 如果他福报来了 财神爷 或是其他福生来了 翻翻你三思神记录 好像你做的事情还蛮缺德的 不留口德 喜欢去当酸民 做一些坏事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责减 他要给你的福报 给你的财运 甚至责损你 甚至完全都不给你 他就这样子离开了 也是有可能 那这是人活的时候有三思神 人离开了之后 这个三思神 他也离开 但是他变什么 变成你生活七破 要聚集的地方 一旦聚集好了 大概总共的时间 大概需要 两到三个时程 那你的灵体才能够完完整整的从身体慢慢的 抽离聚集在 身体 离身体大概三十以内的距离 大概两到三个时程多久呢 大概就是四到六个小时的时间 灵魂才会离开了遗体 那你刚刚离开了遗体聚集起来之后 会在一般是在遗体的身边 为什么 因为就像你刚刚睡醒一样 从熟睡中突然醒来 那你是不是觉得身体重重的 还意识在模糊不清 你可能要留点时间 花个几分钟 或是十分钟来醒神一下 那这个时候灵体也是一样 当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遗体 那我们也在慢慢聚集 就像大梦初醒一样 并不能随意的躁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 阴间的死者 才会过来 把你带去 先带离开 带离开去哪里呢 不是带去往生了 这个时候在正常状况之下 你的灵魂在你的遗体旁边 应接死者来 把你带去 这附近里面 负责 怎么呢 负责收容往生者的 土地公 或是 城隍爷 不是每个土地公跟城隍爷都会收 但是就是要有 他的业务就是专门去管理 这个一定范围区域内的 往生者 他把他带过去之后要怎么样 核对资料 你是 哪里人 某年某月某日生 某年某月某日死 正确 误了之后 那他就会放行 放去哪里呢 带你回遗体身边 等待什么 等待招魂 等待把你的 那个牌位 跟着杨世坚的 一些仪式 跟他融合起来 这是第一种状况 也有可能是什么状况呢 当往生者在往生的时候 旁边的哭啊叫啊闹 或是 什么样的突然的声响 或是他自己一时无法接受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灵魂可能会吓跑 吓跑 吓跑就是什么 他可能突然 一紧张 就抽离了这个现场 然后不知道自己 飞到哪里去 身体太轻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重量的意义 所以他就 一飞飞的太远 就没有回来了 这种状况就是要嘛 就是英介社找不到 但是后来 隐魂的隐到了 因为你一定会来得及赶回来 那隐魂隐到了 那没事 虚惊一场 隐魂隐到之后 那当然 你透过我们的礼仪公司 他们的程序 还有一些像上天禀报的一些科疑 那英介社还会再来一次 然后再来一次再把你带回去 然后归案 该归案还是要归案 但是如果有一些他离开 太久了 一直没有回来的 隐魂也没有真的隐到 可能是引到其他人的 或是其他趁虚而入的 或者是说 你这个 你这个 没有办法引到 或者是 任何状况 没有 都没有 完全没有回来 回来的时候 当你回来的时候 都已经是什么 自己都放完了 然后床位都换人了 那变什么呢 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一般来讲 你是没有办法很容易的 离开这种状况 那这种状况会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你自行投案 然后自己找人问人 然后就去 可能到处去问 然后问到附近的庙自己去投案 那 土地公 你找到真的可以找到管区的土地公 无论是不是受了受了往生者的 或是 巡逻的兵将 那他们就把你 带回去 继续去 进行的流程 那后来你也可以回到你自己的 排位或什么状况之下 下面的制度还是走流程 这个状况 你一旦下回回来了 那你也不想去归案 你也不知道该归案 那是什么 四处流浪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地基组 为什么会有一些孤魂野鬼 就是这样子来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说 被抓走了 你一出去 其他强力的鬼王 法师 或是一些 比较邪恶的 阴的东西 看到有个灵体跑出来了 菜鸟 菜鸟怎么办 抓回去 当做部署使用 那形势比人强 你一个菜鸟 你到了一个这个新的世界 你除了被人控制之外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这个被控制住 那个世界是很复杂的一个世界 我们 这个世界相对的单纯 因为那个世界 他的时间 时间 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绝对的意义了 因为人之所以时间有意义 是因为人会老 会因为这个肉体的衰老 而失去了这个 现在这个阳世间的肉体 但是你当成为了灵魂之后 时间对你没有意义 所以是说这今年累月下来 就变成非常多的众生 可能会游离在外面 这个是一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事情 那我们先回到是说他如果是说真正的被 引魂引走了之后 接下来很多人说 你的魂魄会居住在你的牌位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不是 极然正确的说法 为什么呢 你才引魂好之后 你的灵魂将会被 被通知被带去哪里呢 不是败去管区了 就带回去你的原成功 每一个人 他在灵界都有一间房子 无论你怎么转世 那间房子都在原地 就像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家 那也是我们真正的家 不同的事情是那个家就只有我们一个人 还有有的比较好大部分都有打扫的人 临界的另外居民 我们下次讲到原成功篇的时候 我们会再介绍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得回到你原成功家 等什么 等你阳间的法事做完 阳间的法事做完 那牌位是什么呢 牌位 跟我们的目的 最主要的用途 他其实就是一个通道 通往什么呢 通往你原成功的通道 所以说在阳世间给你旁奔 再给你去拜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牌位的通道 去跟让阳世间的人 所供奉 不代表说我们可以住在 我们的灵体会住在牌位里面 因为牌位怎么住呢 电池 你也得要有电容 你才能够住在里面 牌位不是压颗粒 就是纸的 不然就是木头的 怎么会有用呢 当然都没有办法住 说那个只是一个 入口 那个入口 他去回到你原成功的出入口 这是 实物上 他是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知道人不是很多 有些知道的老师 他们只是不愿意讲 或是他们 比较专注在其他地方 老师办事的经验上来讲 需要接触到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是说 跟各位报告 牌位跟我们的目的是一个通道 他里面不会住灵体 但是灵体可以透过这些东西 成为一个媒介 知道杨世间 子孙的供奉 或子孙有时候 他们的寝室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所以是说呢 回到原成功之后 那有些的 你有做法事的 他就等你 他就会 报告一下 你杨世间谁要做法事 那我们在灵界 在进判官前呢 就说好 那你既然要做这个法事 那我们就等你 等你 那名定多少 那 却跟杨世间的 办事处 确认一下 杨世间办事处不是人啦 就是说 他们会有个窗口 就知道说 这个确实在 他们要办多久的仪式 那仪式一旦办完 仪式一旦办完的时候 那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火化 或是我们入塔 或是我们已经要下葬的时候 那 我们也要怎么样呢 前往我们地府 去受审 然后前往地府受审 那这个这个时候 到底时间有没有规定多久 说啊 那我很想我家人 所以是说我这法事办不完 可不可以 没有办法 最多就是49天了 最多就是49天 7749天 这是极限 不能在场 你超过了 你就还是得被强制代理 那如果你在49天 你还没开始办 你还是代理 但是已经确定了 你可能只办7天 然后连续7天办7场法会 那也没有关系 办完了 我们也就出发了 其实不用太去强留说 我们的亲友一直留在这边 等我们把法师办完 其实对 对你已经往生的时候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为什么 你能收到的很有限 你收再多的钱给他都 没有什么作用 都没有什么作用 他其实要收到的机率不高 至少在他审判完 等待转生前 他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些钱 是必须说 为什么 因为假设我们去 就像我们去报道了 像蓝色要去当兵 像新兵报道了 你是不能带太多钱 甚至你根本就不能带钱 一旦进去 就要去受审 受审的时候 就是往哪里走呢 就要走 往黄泉路上去走 黄泉路上 子前不后 你是会被强制的往前走的 那 黄泉路上也有管辖的 一些 兵丁 所以说要逃跑也是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那有没有例外的 有 当你在阳世间 你的功德做很好 你这个 做好事 说好话 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可以评估说 你的恶极少 但是你的善极大 所以是说 你可能稍微问一问 稍微服个劳逸 那就你可以直接去往佛界了 你就不用经过审判了 因为审判它其实是一个形式 地府审判是一个形式 你做多少对事跟错事 当往生那一刻 三师神就把记录怎么样 丢回到丢回到那个灵界去 他们都已经知道你的已经干了什么事情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高科技的概念 这时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云端的概念 他就把他送过去之后 其实 所有判官都已经知道你的善恶了 那你过这个场 就看你的犯案态度好不好 犯案态度好不好 所以说 你知道人是问什么 你要说 问神问自己 此心可佩天 你做什么事情 你其实都逃不过悠悠法眼 你在世上你可以骗人 你在灵界你骗不了神 你也骗不了判官 为什么 因为回放起来 就像我们YouTube一样 他可以回放啊 但是那地府也会说回放啊 你认不认 你也可以不认 不认最佳一等 认了看你态度 那你现在 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态度就好了 很多 很多一些 比较比如说黑道的啦 或者是一些奸商啊 政客啊 下去第一件事说 那我给你什么 你可不可以 缓一下 争取一下 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就死定了 因为这个流程就是 很糟糕的事情 很多啦 其实这还蛮多的 越有钱越有权势的 一下去都想说 我杨金 你可不可以让我回杨世间 跟他们沟通一下 然后送点财 金财表过来 然后给你 那你给我好过一点 办不到的啦 这些都是办不到的啦 那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就到我们 第二集 要审判的过程 那今天是我们的 穿越生死线 里面的人死后去哪里的 上级 记得持续订阅老师的频道 按个铃铛 你一定要按个铃铛 铃铛一定要按 老师在上中级或下级的时候 你才能收到通知 我是陈老师 关心生 关心死 带您参阅生死线 好的 我还是陈老师 感谢观看